我們先來看課本第六頁 後面就講到第六頁講到第三項 那我們現在是講到佛教的思想史裡面 就是後來不派之後 那麼有初期大盛 那初期大盛後來受到六派哲學 以及部派的影響 開始也走這種比較 我們講學術的路線 就是對於這些種種的問題 你在阿比達摩裡面 在大比波沙裡面 已經開始探討很多 我們比較說是玄而上的問題 或是比較哲學化的問題 那比如說到底是一心啊 到底是多心啊 那煩惱到底有哪些啊 那煩惱到底有什麼作用啊 涅槃到底是什麼啊 那夜到底是設法 到底是非設法 那種種種的一些 那麼這些問題 其實在佛陀的時代 佛陀的時代有一個原則 就是你所修學的佛法 他實際上是對你的生死解脫有比較大的幫助 那麼假設對於你生死解脫 或是對你的現況沒有實際上改善或幫助的話 那麼他就不太討論 那不管他有答案沒答案 那通常有一些是本來就沒答案 有一些是雖然有答案 然後問佛陀 那麼佛陀成佛以來 那到底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因為佛陀 那麼而解脫 就是正果 那麼照理講這個是可以算得出來的 但是佛陀也不予回答 後來阿難代替回答 說佛陀就像是守在門口的人 那誰有解脫誰沒解脫 他是知道的 誰進來誰沒進來 誰善根成熟誰善根成熟是知道 但是他不去算有多少人進來 就是到底誰得了解脫 這個是他知道的 但是有多少人得解脫這種事 不用去算也不用去知道 但你這種情況能不能解脫 或是你這樣的情況 有沒有解脫 這個佛是知道的 但世間從佛陀說法以來 到底多少人得解脫 真的要算老實講也可以算得出來 但是不需要去算這種東西 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的事 好 那現在是佛滅後 那麼有很多關於以前不討論的一些問題 我們說十四無忌的很多一些問題 到後來其實有一些都開始講了 比如說照理說 像華元經講的那麼廣的世界 怎樣怎樣 多少世界 其實佛法沒有 佛陀在阿漢經裡面不會特別講到 世界 他只跟你講世界很大 但不會到說確實 過了幾佛土幾年有多少世界 過了幾年 過了幾個佛土幾里又有幾個世界又有幾個世界 其實講這一些 對你的修行有什麼特殊的幫助嗎 沒有 沒有 真的 但是後來這一部分 比如說講這個世間怎樣 然後其他 其他有一些是随順是印度的 印度的話 比如說有四大洲 然後每一洲的人壽命是多長 那形狀是怎麼樣 福報是怎麼樣 講這一些 那我們會發現到 佛陀當然也有對在家居士說法 不過對在家居士說法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 布施慈戒升天之法 那麼這一些實際上是對他們的修行有幫助 就是說 如果對在家居士 重點就是 第一個 你怎麼不割三二道 第二個 你怎麼樣可以升天做人 第三個 你要用什麼業 你要怎麼修 第三個 你怎麼樣在這個基礎上 再進入 修行得解脫 正果 真善法 一個就是 師界升天之法 一個就是真善法 那麼 這是對家居士說的 如果是對出家說的 那很簡單 他基本上就放在 你出了家 你應該做些什麼 你應該修些什麼法 就是法跟律的問題 就是你要注意些什麼 那你修行 你要怎麼修 那都是向解脫的 出家都是向解脫的 那 所以在你在佛法上很明顯可以看到這一些 那他不會比較說像有人 佛陀時代有人那麼像佛陀建立 那麼用泛拜來弘揚佛法 佛陀 佛陀不太用 用泛語 因為泛語是比較高級的語言嘛 統一用泛語來弘 就像以前 我們比如說 蔣經用國語 台語顯得不高級 所以 比如說 現在不會啦 就是說 以前大家都要這樣講國語嘛 好 那麼用國語來弘法 那麼佛陀時代也有人建議 用泛語 因為泛語比較高級 學識 學識 知識分子 基本上都是用泛文 好 那麼有人建議這個佛陀用泛語來弘揚佛法 作為佛法的統一語言 佛陀說 佛法是要讓人家聽得懂的 不是要顯得高級的 那這種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會發現到佛陀 佛法最主要的作用就是 你聽得懂 做得到 而且怎麼樣 做了對你的生命有提升 進化的作用 就這三個 所以我常常講佛法有三件事 第一個就是 佛不會講別人 人家聽不懂的話 就是我們有時候 聽佛法也會這樣 哇 聽起來很殊勝 但是其實我不知道他講些什麼 就是說 因為 因為 你 你講的名相很多 一大堆 但是 講的數據很多 名相很多 但是 我 我其實 知道講得很好 但是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在講些什麼 因為那超乎你的認識之外 講那個33天外的 講那個你看不到的 講那個你想不來的 那這樣就沒意義 佛法不是這樣 佛法第一個 講了要你懂 你要聽得懂 聽得懂 那要你做得到 我叫你去 就好像這個奴家講 他不會叫你 宜泰山 宜超北海 你聽得懂 你知道 但是我做不到 他不會叫你這樣做 他叫你為長者摺之 那你爸爸喜歡 喜歡那個櫃枝 你摘一枝來給他 你喜歡那個梅花 你摘一枝來給他 你就去摘 你摘得到 你做得到的東西 修行是要修 你做得到的 那個你做不到的 就沒辦法 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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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延經裡面 人延法 人延坦怎麼修 人延坦要去找那個 那個雪山大白牛的牛糞 當然他說有錶法 但是實際上他要找大白牛的牛糞 你哪裡找得到 你要去哪裡 起碼那山找那個大白牛的牛糞 來築坦 那有辦法 沒辦法 那麼類似像這樣 那比如說要世經 要世經要點49盞燈 每一盞燈都要大如車輪 那窮人家哪裡 那一盞燈要多少錢啊 那窮人家點那個燈 點一盞 每一盞都大如車輪 沒有錢哪裡點得起 那窮人也做不到 佛法 佛法不會 老實講 佛法不會講這種 你做不到的東西 他叫你觀呼吸 每一個人都做得到 每一個人做得到 他叫你觀射受想行事無常 每一個人都做得到 他叫你持戒 不殺身 每一個人都做得到啊 這種事啊 就是說 他很清楚的跟你講 他很清楚的跟你講 你聽得明白 佛陀不會講你聽不懂的話 不會講你做不到 不會講你做不到的事 做到了不會對你沒有意義 你天天祈禱 天天祈禱 那到底得到了什麼 不知道 死後才知道 佛陀也不會講這種事 解脫不是死了才解脫的 不是的 解脫是你活著 你就知道你解脫的 佛法不是死了才知道 他有沒有用的 不是的 你馬上修 就我們講了嘛 就好像喝水 能不能解渴 不是死了才知道的 而是你馬上喝馬上知道的 他馬實際上沒有作用的 好 那我們回頭過來講 就是說 到了後來 那麼 所謂的大聖三系 所謂的大聖三系 實際上第一個受到了佛派的影響 因為大聖基本上 是從佛派以興盛的時候 就開始興起的 就西也一世紀初 那佛派基本上是佛陀兩百年 大概也是 已經西岩大聖興起的時候 佛派已經流行了一百多年了 因為佛陀是在西岩前五百年 那西岩前四百年露面 那他大概在第二次結局 就在佛滅後 大概佛滅後一百年 那之後佛派開始研究這些阿比達摩這些 那麼開始就是很很興盛 那麼很多的比較哲學化的東西 所以西方人來看阿比達摩 看大皮膚磚說它是什麼 繁瑣哲學 那看後期的中觀 那麼就他比較講這個空的這種哲學 比較傾向於所謂的 他們說它是虛無哲學 那麼你會發現到 後來的佛法有一點點就是 在知識的研究上 傾向於所謂世間的哲學 那我們說過他 他受到六派 初期大聖其實 後來也有受到六派哲學的影響 六派哲學我們再說一下 六派哲學跟六四外道是不一樣的 六四外道是佛時代的 六派哲學是佛滅後的 宿論聖論正理於且 弥漫差費談多 這六大派 那麼後來的大聖佛法 開始慢慢慢慢也 比如說從榮術出起大聖的中論 你看那個中論的那個 中論的那個語法 或是他那個觀念 基本上就比較重邏輯 或是比較重那個詩辯 那印度人本來就重詩辯 但是就是佛法也不是沒有詩辯 但是他不是把重點強調在那裡 那後來的佛法就越走越 看起來是越高級 那實際上是越複雜 越深細 越不容易明白 你讀後期的經典 越後期的越不容易明白 論點也是 後期的比如說就是如來這樣 比如說像仁邪經 如人邪經 如人邪經 其實是不容易讀的 像聖曼經 這種 這種 這裡也有 比如說他這個是跟後期如來藏結合 我們來看一下課本 先看一下課本 等下再來講 就是說其實現在講的是大聖三系 就是從中觀如來藏為室 中觀如來藏為室 中觀如來藏為室 那為室基本上是受部派的影響 像瑜伽式帝戀 其實有受到有部的影響 受一切有部的影響 那開始也比較重那一種 就是尤其是阿比達摩重分析名相 分別這種的 那這種會把佛法帶上我們說比較學術的路線 就是學術 那麼研究一個名詞 比如說以前我在讀福原的時候 菩提心就有七種 七種方法 那七種意思 那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其實有很多沒有那麼複雜 但是因為每一個人的經驗 跟每一個人的知識 每一個人看法不一樣 那就會變得每一個東西都變得複雜起來 那在佛法上也是這樣 好那我們先來看看課本 那前面講到中官跟為師 那這裡就開始講如來賬 那前面中官跟為師已經有很多政論 那就是中官跟為師爭了幾百年 也還沒有說誰比較殊勝 誰也不服誰啦 現在來講 那就是你你中為師的跟中中官的 基本上就是有那種布派 那如來賬沒有布派 如來賬沒有說我是如來賬布的 沒有中官有 應成中官又分兩派 一個是自立一個是自己有力量 一個是沒有的 就是這個 這個秩序派跟應成派 那為師就分很多了 為師就分很多派 單單世青 世青的為師三十論 就有十大論詩為他做註解 你看 那再加上 再加上 後來賬贓跟虧姬 中和以復法為主 中和十大論詩又製成一派 叫做虧姬 虧姬這一派 就有單單為師三十論 就有十一派 你看 那所以為師基本上也是分很多派 那麼這些月分月細其實都跟思想有關 那看起來是越精細實際上是越複雜 越複雜 那這個是前面是中官跟為師 那如來賬沒有派系 如來賬雖然沒有派系 但是實際上他有這種思想 他有這種思想 好 我們來看 他說 第三個第三號 第六月第三號 如來賬系 所以他沒有講派就是這樣 他講系 就是他這一系列的 這一系列的這個思想 他說 如來賬我自信清淨心 盡於神教的真我真心 佛陀時代奧伊蘇就流行了 佛陀時代 佛陀時代奧伊蘇是婆羅門教的改革 後來變成印度教 那奧伊蘇 這個在第一章裡面就有了 佛陀時代奧伊蘇就流行了 奧伊蘇最重要的就是 講到一夜輪迴一致得解脫 一夜輪迴一致得解脫 一夜輪迴 這個已經是 這個已經是改革了 因為廢頭經基本上是一神的 一致得解脫 然後另外一個重要的就是強要放我合一 犯是清淨的 犯是清淨的 獨立的自主的 清淨的自主的 獨一的自主的 那麽我們修弦 就是把這個我去掉 跟犯結合為一 就是犯我合一 強要犯我合一 那麽就得解脫 那你必須一樣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去掉這個 去掉這個假我得到那個真我 就是去掉假我得到真我 他有一個真我的 然後正得這個真我 那麽你就得解脫了 那我們現在的佛教 中國的佛教基本上 都是如來葬系的比較多 從佛法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們先看這個課文 他是說 他是說這個 禁於神教的真我 真心 就是如來葬基本上是這樣的 觀念就是真我 那我們先說 中國佛教 中國佛教從漢朝 大概西元一世紀 和哀帝 從哀帝開始西元前 西元前 西元前到西元後 西元前兩年 然後最早是 如果要講到最早是 最早是那個大洛茲 大洛茲就是加利社交王 那個大洛茲 他如果現在大概在阿富汗那一代 就大洛茲派遣死者 印度歷史上有兩個 有兩個弘揚佛法 弘揚佛法非常非常努力的國王 一個就是阿裕王 派很多出家人 在世界各地蓋佛塔 派很多出家人去弘法 一個是阿裕王 他的兒子女兒 他的兒子女兒也出家 那到斯里蘭卡 那麼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加利社交王 就是在印度兩大洛茲 就是護持佛法最有利的 第一個是阿裕王 阿裕王 佛滅後 佛在的時候 就是品博索羅王 跟摩羯陀國的 跟摩羯陀國是品博索羅王 喬薩羅國是波斯尼王 佛在的時候兩個狗王 一個是品博索羅王 摩羯陀國的竹林金色 一個是喬薩羅國的波斯尼王 那品博索羅國跟鬼提西夫人 波斯尼王跟莫利夫人 那麼這個都非常複製佛法 佛滅後兩個國王 一個是阿裕王 一個就是加利社交王 那加利社交王 其實就是大洛茲 我們叫做大夏 好 那那個時候已經有派使者 派使者過來 口受浮屠經 最早到中國的是佛傳 就是最早有印度 印度人來 然後講佛法 比較沒那麼多 通常是講佛傳 那個時候最早的經 不是四十二張經 四十二張經已經很後面了 四十二張經以前 已經有佛法流傳進來 但是那個時候流傳比較多的是佛傳 叫做浮屠經 浮屠就是佛的意思 翻譯不得不得 浮屠經 那個時候 但是現在這個浮屠經已經不見了 已經不見了 到三國時代還有 三國那個余幻還看過 還有把它紀錄下來 那現在已經沒有了 那個是很早的 那佛法流傳到中國來 最早就是 其實西元前已經有了 東漢跟西漢 那東漢是西元前 西漢就是西元後了 那這個 這個 那個時候開始進來就是 主要是佛圖經 那佛圖經是講 釋迦佛 這個 他母親要生他的時候 那夢見白相 然後後來懷孕 生下了他 從幼邪出生 然後走七步 然後他是一個王子 他的爸爸叫什麼 他的媽媽叫什麼 媽媽叫摩爺 他的弟子都叫做 都叫做沙門 然後有這個沙咪 有這個比丘 講這些 都講這些 然後弟子裡面有兩個最主要的 一個叫做捨立佛 一個叫木見人 當然那個時候翻譯不是這樣翻 但是類似講這樣 那已經有佛法流傳進來 就是有佛教的這些佛傳 然後還有一點點佛法 那這個時候還沒有很流行 到這個漢朝 最主要就是安世高 跟支羅加秤 開始有把佛法流傳進來 那時候開始流行佛法 那漢明帝的弟弟楚王英 就已經在徐州蓋佛寺了 那個是非常早以前的 已經在蓋佛寺了 而且已經有栽生了 已經有栽戒了 你看 那已經在誦經了 已經有誦經了 不過那個時候還沒有 比較沒有止血的佛經 他們都是口傳 那個大洛之 派那個死者 叫伊純 口受 口一純 口受浮屠經 大洛之王死者 其實就是加尼社交王 但是他不是三義社交王 他就是他那個 一樣是同樣他那個 他那個 他那個 他那個不足的 那麼死者 一純 口受 那個時候還是口受的 印度人習慣口受 口受浮屠經 從那個時候進來開始 那麼安世高 安世高大部分都翻譯 翻譯阿含經 像你說像四十二章軍 其實是法聚經 一張一張收起來的 有法聚經裡面的幾條這樣 然後四十二章軍 後來被改了 到宋朝被改 改成禪宗的版本 我們的流通版 被改成禪宗的版本 他被改了 那這個 支羅加策 基本上翻譯 薄勒經 道行薄勒經 從那裡開始 那個時候 還沒 還不是 佛法還不是如來賬 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秦漢 秦朝聽說有出家人過來 但是已經被 這個被秦始皇 把他關在牢房裡面 秦朝聽說就有了 但是被關起來 那而且秦始皇還下令 不可以拜佛陀 秦始皇下令不可以拜佛陀 秦朝的 秦朝的法律裡面有一條 禁不多 不多就是佛陀的意思 前面將 前面將浮屠 有時候翻不多 不多 他 就是佛陀 你不可以拜佛陀 那 表示那個時候已經有佛像進來了 有人在拜 秦始皇禁止 而且把這些印度人全部關起來 聽說有十八個 四立方 十八人 就傳說 那麼那個時候就有 但是那個時候還沒有佛法 那佛法就是從佛狀開始 佛法到中國是從佛狀開始 那開始 有所謂的四十二藏經 法聚經這一類的 然後慢慢正式 正式就是什麼 就是支柔家政跟安士高翻譯的 四地經 安士高翻什麼經 四地轉法 四地經轉法輪 最有名的我們就是八大人絕經 這種 就翻這一種 那麼這基本上都是講佛法的四地啊 十二元起啊 八正道啦 講這個的 那支柔家政那個時候初期大聖 剛醒起來嘛 西元一世紀的時候初期大聖 所以那個時候支柔家政已經來了 已經翻 翻什麼 翻波樂經 很早期的道行波樂經 也因為這樣 也因為這樣 也因為這樣諸事情才要去取經啊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中國佛教還沒有 一直到這個是我們叫做漢秦 秦之後是漢 漢之後就三國嘛 三國是以魏為主嘛 就是以朝朝為政統嘛 叫做魏 然後晉南北朝 這個時代 那晉裡面又分西晉東晉嘛 那東晉就是偏安江南 這我們稍微講一下 西晉東晉 西晉是滅三國的嘛 師馬懿嘛 那這裡是曹操劉備那個時代 那這個時候佛法就開始滿滿很多了喔 漢已經有了 然後到了三國就更多了 資遷啊 然後到東晉這裡 東晉這裡 另外東晉就往南了嘛 那北方就是五福十六國嘛 北方就是五福十六國 那五福十六國就是鳩摩羅斯那個時代的啦 就是姚寢福寢福堅 那東晉就是道安嘛 那這邊就是像姚欣啊姚寢啊五福十六國那個時代 那鳩摩羅斯是在這邊的吧 那到了南北朝 魏晉 我們常常講魏晉南北朝 這個時間點是很重要的 那到了到了這個南北朝的時代 已經已經非常多了 很多論過來了 開始有學派 開始有學派 那麼學派之後 各種學派啊 陳實學派 彼壇學派 涅槃學派 非常多學派 那麼有一點點像像中觀如來這樣為師這樣 但是他不一樣啊 但是他學習這一本 他就以這個為學派 實地論 就實地學派 所以阿彼壇就彼壇學派 就這樣 那 在這個時代 南北朝最主要有一個滅佛的北魏和武帝 那就北魏太武帝啦 講錯北魏太武帝 那麼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就是信佛非常淺淺的 南朝的梁武帝 梁武帝跟北魏太武帝 這兩個是一個滅佛 一個是崇佛的 就是比較崇敬以佛陀的 那梁武帝跟北魏太武帝對我們的影響都很深 那在這個之後 在這個之後 在這個之後 這個時代 東晉時代 是流行波羅經的 流行波羅經的 那問題是因為從漢朝之後 漢朝是奴家霸處百家獨尊奴術 就以奴家為正統的 那奴家是比較講理智的 就是講制度的 講規矩的 那所以就變成 漢朝之後 漢朝之後就進入禁朝 這個是戰亂 進入禁朝的時候 這個時候剛好是竹林七賢 崇尚道家老莊無為的思想 那這個思想 跟波羅經 波羅經進來剛好結合上 就是老莊的思想跟波羅經的思想 剛好結合 崇尚無為 那這個 這個開始波羅經開始流行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要去取經的就是諸世行 其實就是波羅經的影響 那這個時候 中國的佛教還沒有特定 特定是什麼 那麼到了南北朝的時候 到了南北朝的時候 開始後來 後來 後來 未進南北朝之後 就是水堂了嘛 水跟堂 開始流行 水跟堂 那水草很 水草只有三十幾年而已 但是影響也很深 那南北朝之後 有一派 有一派特別流行 神功縮法完食點頭的道生 道生是諸摩羅斯的弟子 是 就是他底下有幾個比較有名的弟子 那麼道生是其中一個 那他強調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那個時候 涅槃經來的時候還沒有特別強調 涅槃經早期 涅槃經的整個完整是很曲折 但是他早期是講一場題 什麼 他早期是講一場題不能成佛的 但是這個道生就講 一切眾生皆能成佛 開始強調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後來後本的涅槃經來了 真的是這麼講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涅槃學派 這個學派裡面最主要的涅槃學派 就變成非常流行 那我們知道 我們從以前的人沒有這種觀念 認為所有的經都是佛說的 認為所有的經都是佛說的 那比如說最典型的就是像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在水草嘛 就智者大師是水草的 水文帝 水洋帝 他跟水洋帝受菩薩戒 後來水洋帝做了皇帝 那就是歷史上兩個 兩個最崇佛的皇帝 崇佛 我們說印度有兩個 一個是佛滅後 印度有兩個 一個阿裕王 一個加尼瑟家王 中國有兩個 一個梁武帝 一個水文帝 一個梁武帝 一個水文帝 我們講 以前的人認為 這些經只要從印度來的經 都是佛說的 以前的人這麼認為 但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都是佛說的 但是為什麼前面這樣說 這裡這樣說 那裡這樣說 為了整合這些說法 開始有所謂的五十八教的說法 那個算厲害了喔 因為那麼多 那麼複雜裡面 你要講出個道理出來 那不容易耶 因為前面跟後面的可能有衝突啊 前面的比如說波勒經 波勒經不是講 波勒經不是講 一切眾生皆能成佛 沒有喔 波勒經沒有這麼講喔 但是也沒有像回事這樣 有一些人是不能成佛的 但是波勒經是講 假設 假設你已經證了實際 就是你已經證涅槃了 你已經證阿羅漢了 你就不可能成佛了 但是實際上也有傷症的 就是說 你證了阿羅漢 你就不能成佛的 你不是說 那我再去阿彌陀佛那邊 回小向大就成佛了 沒有 那即日世界不是有很多阿羅漢 波勒經不這麼說喔 波勒經不這麼說 波勒經不這麼說 波勒經說 你只要證了阿羅漢 你就是焦牙敗走 從成佛這件事來講 你是焦牙敗走 你看過那個 你看過那個花生炒熟了 還能夠發芽 還能夠發芽 長出一個花生的苗出來嗎 不行 炒熟了就不行 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稻子煮成米啊 米都煮成飯啊 那個還能夠 還能夠拿去土裡面 長出一根稻子出來嗎 不行 假設你已經證了阿羅漢 你就是焦牙敗走 你不可能成佛 在你還沒證阿羅漢以前 你還沒證阿羅漢以前 你是有可能成佛 但一旦證了阿羅漢 或是證了出國 一般就不容易了 那你只要證了阿羅漢 你就不可能成佛 所以他叫你無神法忍 忍而不證 這個是波勒經的說法 你到了法法經不是這樣 法法經也是出其他事 法法經說 一切眾生必盡成佛 一定會成佛 沒有那個不成佛的 到了涅槃經說 一切眾生本來成佛 皆有佛性嗎 那你會講 聚主三十二項八十種好 如來藏的思想 欸 這個觀念是不一樣喔 這些觀念 那你說那你怎麼樣 佛怎麼可能在這裡講這樣 在那裡講這樣 而且這個思想是衝突的 好 那智德大師就給他說出 這個叫做五十八教 對不同的人 不同的根性 那麼有方便說 所以他就把它分作五十八教 那叫做藏通別圓 頓見秘密不定 那開始就講 最初講華圓 然後波羅是方便的 波羅是方便的 就是要對峙那些小聖的 所以他裡面有很多都喝斥那些聲紋的 然後再有這種通教 通大聖 小聖通大聖的 然後圓教就是講華华清這一類的 那麼到最後一鏡都在他前佛 就算你鎮了阿羅漢 只要活一腳像大就可以稱佛 這個是那個時候的思想 那我們來看就是到了水朝 已經在南北朝這裡基本上 南北朝這裡已經有一個 就是涅槃學派 就是到生之後 你要知道那個到生因為講 一切終身皆有佛性被病出 因為他講的是邪說 為什麼 因為經典裡面說 一產體不能稱佛 你現在公然違背經典說 一切眾生皆能稱佛 所以那個時候 他是因為邪見被病出 被病出生團 那後來聖盤經的後分又到了 裡面講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大家又把他請回來說 他有先見之明 你看 同樣一句話 那前面說你是邪之邪見 後面說你有先見之明 那智慧超群 那麼 那 涅槃經到那個時候開始被重視 開始被重視 一直到水草 南北朝之後是水草 南邊是宋齊兩城 北邊是北魏北齊北周 好 那這個 涅槃學派一直到水草 一直到水草 之後就水啊 水草的水文帝有蓋佛教大學 水文帝蓋了一個國家的佛教大學 裡面有四個學系 其中一個叫做涅槃 涅槃學系 就是我們現在什麼系什麼系 就是專門研究涅槃的 那涅槃可以說從那個時候 開始組長中國佛教 那中國佛教大部分都是如來葬系的 這是我們學佛很朗朗上口的一句話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一切眾生皆能成佛 那禪宗在昌話朵的時候 狗子也有佛性 小狗也有佛性啊 那類似像這樣 那麼 甚至到了法華經天台 天台後來發展出所謂的 情與無情同源種子 甚至無情也成佛 後來開始有這種思想出現 好 那我們要講的就是 從那個時候開始如來葬 我們要講的就是 在涅槃 涅槃經 涅槃經 涅槃經有兩種 一種是講佛涅槃 那個是阿含經裡面的 他也叫做大波涅槃 但是我們的大波涅槃經 是大乘的大波涅槃經 這個大波涅槃經 基本上就是如來葬的 很明顯的講這個如來葬 那如來葬裡面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就是 他有所謂的真 真心自信的這樣的概念 那這個自信當然就是 我們把它叫做佛性 那叫這個真心就是真常心 有一個清淨心 那這個跟 其實這個跟 運度放我思想 阿威書裡面放我思想 講的是一樣的東西 那你看那個 涅槃經就好 四卷的涅槃 涅槃有四卷六卷 跟十卷 四卷七卷跟十卷的 那你看那個涅槃經 應該是七卷的吧 他裡面就直接講 因為我講的這個如來葬 不是外道講的我 如來葬我 就是我講的這個如來葬 不是外道講的我 但是為了涉受 那為什麼這麼講呢 為了涉受 那一些直取有我的 有如來葬的人 方便說 他直接就這麼講 到後期就不是方便說 後期就是這樣說是究竟說 有如來葬我這件事究竟說 就變成這樣子喔 那你看現在有一些人 就專門強調 可以有如來葬的 有一些有一類的人 專門在強調有如來葬的 好 那如來葬就是如來葬我 這樣的一個觀念 其實在中國佛教可以講 從魏晉南北朝之後 從南北朝這個時代 已經開始流行了 那麼隋唐 到了 到了宋元明清跟 稍微這個佛法更沒落 那麼密教那個更結合更厲害 那基本上 中國佛教一千多年來 唐朝是六百多年 唐朝是玄奘那個時代 是六百多年 那現在是兩千多年 就是一千多年來 都是如來葬的 基本上以如來葬為主 那像人言經 人言經講明心見心 人言經 大家講開悟在人言有沒有 那麼人言經講明心見心 那明什麼心 明那個真心 七處真心 八環變見 那個見性 你能見的那個見心 你那個心明 你看見了你那個心 清淨心 那明心 人言經的明心見性 明的是真心 正常心 見的是自信 這個其實如來葬的 人言經也是如來葬系統的 那中國佛教一直 一直受如來葬的影響 一千多年來 從這個南北朝 涅槃學派之後 水堂 宋遠明清 一直到現在 大部分的佛教徒 大部分的佛教徒 基本上 心裡面 修學的佛法 多多少少 都帶點如來葬思想 真的 念佛的也一樣 禪宗的也一樣 禪宗後來也偏向如來葬 那麼因為禪宗一開始 但是 達摩傳來的禪 是依什麼 依釋卷人邪的 達摩運興的是釋卷人邪 後來雖然 稍微有依波爾街 但是 還是 中就還是走向依如來葬系統 所以他一早的禪叫做 人邪禪 人邪中 叫做如來葬禪 他所謂的如來葬禪 是如來葬禪 基本上一開始是這樣 一開始是這樣 後來當然這個名字就變化 變化到很複雜 那麼 這個 這個 這個是我們說 如來葬其實影響 中國佛教蠻深的 蠻深的 那我們現在大部分的佛法 都大部分的出 不管在家出家 那麼 他都會有一切眾生 皆有佛性 或是一切眾生本來是佛 一切眾生必盡成佛 三個結合在一起的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從波爾經來講是 前提一切眾生都可能成佛 那麼 跟一切眾生必盡成佛 是不一樣喔 法華經是一切眾生必盡成佛 那麼 這個 這個像聖曼經 大波尼凡經 這個是一切眾生本來是佛 那這裡就在講這個問題 那麼後來跟密教 那麼 本來是佛結合 好 我們是在講這個大概 這個思想的一個稍微演變 好我們再來看喔 我們先看書 先看書 那他這裡說到 如來藏我自信親近心 那 盡於神教的真我跟真心 神教基本上就是印度教 印度教是後期的 後期才講印度教 前面是講婆羅門教 那就是講神教 那麼順應世俗而流行 就是當時的印度 因為那個時候佛法還沒有出印度 在如來藏流行的時候 佛法出印度是從阿育王開始 但是也沒有流行很廣 一早是最初是 最初是到阿育王是派他的兒子跟女兒到斯里蘭卡 然後有派一些人到緬甸 那個時候到大清廣 就是有派一些 據說也有派一些人到 在秦始王那個時代 那也有一些人到中國 但是在歷史上他只是傳說 當然應該有 那個時候就有了 因為張謙通西域 是漢武帝那個時候才通西域的 但之前可能多多少少也有人過來 因為漢武帝派張謙通西域 那個是漢朝 在秦朝還沒打通那一條 那時候一般人覺得沒有 但歷史上有這種記載應該是有 應該是有少數一些人過來 好 那這裡講到 其實如來藏是順應世俗的流行 那講到監會有就聖 究竟一聖保信論 那我們都說他是保信論 那保信論一般的人比較沒看過 不過你如果在讀佛學院 讀到最後研究所的時候 通常就 如來藏就會讀到這一本 他是如來藏一本很重要的論 那受到無佐論施的影響 他現在在講如來藏跟 就是為氏怎麼跟如來藏結合 那如來藏又怎麼跟密教結合 因為這種東西是互相 思想是會互相影響的 就好像其實為氏有受到不派的影響 像大皮菩薩論強調假必依實 就是法體很準三世使有假必依實 那麼其實為氏也有這種概念 假必依實的概念 好 那這個其實是受到不派的影響 有不的影響 那多早彼此會有影響 彼此會有影響 好 那這裡說到保信論受到無佐論 無佐有色大聖論 就無佐寫的論 然後於且失地論 據說是彌勒 彌勒論是做的 卻沒有說 就是保信論裡面 那麼有無佐論的影響 但是你要知道為氏強調的就是 種子與為氏 為氏 為氏論裡面 最主要的說法就是種子說 種子說 那有所謂的心心跟本友 那麼種子有心心跟本友 但是這個保信論裡面 卻沒有說種子跟為氏 那為氏是為氏所限 那麼這個是為氏學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但是保信論裡面有為氏 就是受到無佐為氏 時間到了嗎 幾點 還沒 受到為氏的影響 但是卻沒有講種子以為氏 所以他講什麼呢 論書四法 佛界、佛菩提、佛法、佛事業 就講這四個 那他講什麼 佛界是什麼 本友的如來賬 佛菩提、佛法、佛事業 是如來賬 我們裡面的佛現如來賬 理覽所顯的佛體佛德與佛的業用 那這個龍色與且型派的五法三字線 八、四、二、五 是虛妄的阿拉業 如來賬跟為氏結合 就叫做葬式 就是後期如來賬跟為氏有結合 那麼這個在第幾章 這個月後期他就比較複雜 第八章是講如來賬 那麼第九章就是 這個如來賬中關為氏的對抗跟河流 就在講這些 那之後就是密教 那麼為氏這個印度佛教思想史 基本上 這這裡是在講 這個七、八、九、十 這這一段 那這一段是從第八章 如來賬這個是從第八章開始 如來賬 講真場為氏 那麼又受為氏 那麼又跟中關互有影響 就第九章 然後這就是第八章第九章 那之後就是秘密大乘 所以他第十章就是秘密大乘佛法 這這本印度佛教思想史 我們先把這一段講完 我們先把這一段講完 那麼說如來賬 藏是心 說如來賬藏是心 以真場為依子而說為心 是文體敬於論的 人邪與密岩 就是人邪經跟密岩經 這個也是如來賬很重要的清點 人邪經我們這邊比較知道是因為達摩的關係 達摩是依四卷人邪而映性的 達摩 達摩禪其實是如來賬禪 他你有沒有證到 其實是看你 就是依這個人邪經來印證 你有沒有證到 但是人邪經的說法 其實是如來賬 他強調那個真心的 好 那密岩經也是 密岩經我們就比較少知道 好 那保信論明佛的因果體用 密岩經說如來賬 是念佛三昧者的境界 這裡有講到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其實也蠻複雜的 在不同的時代 對念佛三昧的定義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 那麼比較簡單的說法就是 念佛三昧就是可以見佛的修行方法 基本上是這樣 那這個念不是慈眠 這個念是意念 那通常是觀佛的向好 來產生意念 你看在這個密岩經裡面講 那麼你說如來賬是念佛三昧 就是你見到如來賬 見到如來賬 那這個跟放我思想是有一點近的 放我思想說解脫是你見到真我 你見到真我是得解脫 那如來賬其實有一點像是我的真心自信 就親近我親近自信 那麼你見到這個真我 你就是得解脫 那麼你見到密岩經就是你見到如來賬 見到這個真我 你就是見佛就是見法 所以他說這個是念佛三昧者的親切 也就是觀自身本來是否 那麼你的自信清淨心就是你的了嘛 那你見到你本有的如來賬 那你見到你本有的如來賬 清淨心 那這個是什麼 觀自身本來是否 那這個就是真正的念佛 自信是否 自信做佛 後來觀無量壽經這麼講的時候 那麼如果以這個為究竟的話 那個基本上就是如來賬 但是如果以這個為方便 那就不是啦 你說像波多三昧經 那麼也是見到佛 見到佛之後 跟佛問答 他開始如理思維 佛也不來 我也不去 我見到佛 為什麼 為心所限 為心所限之後 為心所限之後 他講 那心是什麼 回到阿涵經裡面的心 是虛妄的 不實的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響如揚艷 行如芭蕉 你看 如果依金剛經的說法 波多經的說法 就是如夢幻泡影露殿 那他心是什麼 過去先不可得 現在先不可得 未來先不可得 心是虛妄的 波多經的說法 阿涵經的說法也是這樣 但是後來就變成 看到那個心的自信 看到那個清淨心 那你就是見到了 我們稍微把這個想一下 那等一下再來寫好 所以這裡就變成 變成這個 後來的秘密大聲 社群中關於於前 繼承如來賬說 從信仰修行中發展完成 那麼祕教最主要的就是 觀自己是否 觀自身是否 那麼就是祕教其實很多 大部分基本上都是如來賬系統的 那中國佛教從南北朝之後 基本上還是多數是如來賬系統 其實現在也一樣 多數是如來賬系統 好 我們先下課